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空挑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金娜 张鹏 来来来 请坐请坐 你 你这个本人比那个照片长得还好看 像仙女 我的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差不多吧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详细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我 没没没没关系 你尽管问 例如我的存款 我家的房子是不是学区法 就咱俩互相了解了 才能进步的发展 对不 这环境不错 这环境我选的 你看 那儿还有英文字幕呢 我可不可以问你呀 问吧 听介绍人说 你离过婚呢 离过 为啥呀 没啥 有孩子吗 怀过吗 你不行啊 还是她不行啊 她行不行跟我没关系 要是你不行的话 那可不行 我妈等着抱孙子呢 她肯定不敢 今天我要不来见你的话 我妈也不敢 你啥意思呀 他俩约会 是你妈逼着你来的 行了 你走吧 去赶我来买 你这脾气咋那么大呢 是不是早疼啊 不过是治病 得治 你走走 我怕你 长得漂亮 你可心点 要不然啊 我今天就贬你了 爸 那熊斓 要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应该让我闺女 跟你见面 你是她妈呀 赶紧走 干嘛干嘛去 那个摆的什么 手机拿掉了 别丢了呀 偷听 监视 你们在这盯梢呢 这不是被逼得 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你要是答应我们 一年内结婚 我们能出此下策吗 妈 我为什么要一年内结婚啊 我正式通知你 以后我的事您别管了 别逼我相亲 更别干这特务的勾当 以后绝对不会了 还有你啊 爸 你说我妈这么干 你也跟她一伙 你妈让我这么干的 我不敢不这么干 爸爸错了 爸爸太没原则了 真是够了 娜娜 够 不是 娜娜 娜娜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你上次婚姻 是我搅黄了不假 所以我一直就想弥补嘛 但是你得给我机会啊 这个不成 咱们再找下一个嘛 妈 上次的事 我没怪您 我就求您能给我点空间 给我点自己选择的权利 好吗 你就绑着我跟你一块干坏事 早晚他跟我也得翻脸 金娜 金娜 原谅爸爸 爸爸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 娜娜 今天这事办得确实不好 那个中间人 把他说的天花乱坠的 我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玩意啊 他再说一句我就上手了我 行了妈 爸 你们也别生气 也别担心了 我这几天就不在家住了 回单位住去 要不然每天这么忙 来回折腾 也挺累的 你敢 你快说说呀 我管不了 娜娜 娜娜 我告诉你啊 你敢走出这个家门 你要是不领回来一个 你都别回来 你说 说痛快了是吧 痛快了是吧 我说金志阳 咱们家什么时候 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一遍一致的时候听我的 不一致的时候还听我的 怎么这点事就记不住呢 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啊 今后什么时候都看着我的眼色形式 听见了没有 说话呀 一二 记住了 给我倒杯水 每次跟你说 每次你 就插那个标签贴你脑袋上了 你这么一说住长他了吧 他离家抽走了 你这卡余额不足啊 余额不足不可能啊 我存进了正好的钱 动都没动过 你是不是弄错了 就是余额不足 你回去查一下 查好了再过来办理好吧 你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交费呢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大夫您再查查 我们从外地来北京都排了半个月 好不容易等到床位 不是我不收钱 是你的左右 您再查查 我排了 干什么呢 要打架出去打 裴静 卡里的钱是不是你取走的 你知道这钱是拿来干什么的吗 裴静 裴静 妈 喂 所谓啊 彤彤的手术费交好了吗 卡里的钱 全部被裴静取走了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 失踪这么多年了 怎么又要来祸害我们家呀 我得去告她 妈 你先别着急啊 可能她真的有什么气势 不然她不会去做那笔钱的 那我的孙子怎么办呢 喂 要不 就把家里这房子给卖了 妈 你把房子卖了 我们就没家了 我来想办法吧 老乡乖 等下爸爸就回来了 这就那吴童啊 是的 金大夫 他家长呢 他爸爸出去了 让我帮他召开一下 嗯 你好 我教你童童好不好 嗯 我是你金大阿姨 有什么不舒服呢 跟阿姨说啊 大阿姨 听一听 啊 吴先生 这位是童童的主治医师 金娜 你好 金娜大夫 今天早上的事 对不起 不用那么客气 家属出来一下 我得给您说一下 本来手术是安排在二十三号 但是你们费用还没有交齐啊 这样的话 后面手续就没法办 孩子赶紧把费交了 不然一直往后拖 对孩子不好 我会尽快交费的 来来来来 喝啊 嗯 哥几个 你们都让兄弟羡慕啊 除了考上的爷 就是在外町上班 那我可比不上了 这一点 你们一个个都比我强 强什么呀 你先生就有北京户口 哪叫我们呀 还不定分头多少年呢 说到这一点呢 又另当别论了 我跟你们说啊 其实啊 我不骗你们 我爸妈呢 帮我在北京 连婚房都买好了 大三居 到时候我就把媳妇 也娶儿子一生 人生大事 基本完成 我 我说金伯 您父母是干什么的呀 你是富二代吗 那个我爸呢 就是一个小公司的头 我妈 开了家小医院 富二代呀 富二代呀 就是 还行还行 来来来 喝起来来来 来来来 喝一口 嗯 兄弟兄弟啊 敞开了喝啊 今天全算我的 都算你的啊 都算我的啊 哎不就一顿饭嘛 多大点事啊 儿子 江湖救急啊 一猜就没好事儿 我信用卡刷爆了 现在这儿等着买单呢 怎么又要钱呢 三千三千足以 三千 前两天还不是刚给了你两千块钱吗 这么快就花完了 什么同学聚会呀 同学聚会花三千块钱 哎呀 我跟你说儿子 不是妈不给你 你说你这一天游手好闲的 妈贴补了你多少啊 我这么多少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些事你还真别跟你爸说 他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妈 我知道您最疼我了 您儿子就这么点脸面了 赶紧的好不好 赶紧爱你啊 妈 您最好了 我还得给你送去是吧 我给你发位置啊 一针就好了 好 坚持啊 坚持啊 不哭 不哭 一会儿那个就好 乖 快下 快下 最后一针了 对不起啊 我再找一次肯定进去啊 不用打 宝宝不哭啊 乖啊 一下就好 很快很快 哎呀 你快打针不会打针啊 啊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孩儿老动 所以我抓不进去 你吃不好 你还累小孩儿 不是 你看他不是那样舞的 我来呢 没事没事 我来我来 你看这技术不行 你还赖孩子 我技术不行 你是吗啊 你又不是这儿有多危险吗 不好意思啊 什么危险 什么危险 你还没抓针啊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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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媳妇 这媳妇 找不到 还打我 行行 是她先放在水 这事儿没完 我没打她 走 找主意去 走 找主意去 快点你 我跟你说 这事儿没完 孩子三天都没回来 你就那么游着他们呢 还不是你把她给逼出去了 那我要你干嘛呀 一点又没有啊 人家当父母的都是那样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而你呢 我每次一批评她教训她的时候 你就哄着 行 行行 我今天抽空上尽早去一趟 行了吧 这都过了半辈子了 怎么这点默契都没有 还不起呀 这金波 我还不听着 行行 撒 我都不打算 你们就这点来 你们快点了 我还要起来 我还要起来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起来 你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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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波 赶紧的 快点 起床 你大嫂子干嘛呀 吃了枪样了 你们俩真是 你说干什么 你还进去了呢 你还躺着呢 他 我问你 你为什么有辞职 这回有什么原因呢 不是 那个爸 你是不知道 我那顶头上次一天到晚就像打了鸡血似的 我跟他干有好的前途吗 你说啥你 工作有两年吗 都缓八回工作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不是 你这生活态度确实是不敌敌 应该叫你解学敌 你们知道的 找工作就像挑媳妇这样得挑啊 你不挑哪能挑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呢 你说你将来能干什么呀你 那个 要不这样 再回味龙 再去上个研究生什么呢 哎呦喂 研究生 您太高看你儿子了 你看他的德项 我看见你气就不难一处来 你是想吃你父母一辈子是吗 我不是你儿子 我是谁儿子 你看你刚刚爸说的这话 爸你爸气的 不不不气了 就行了行了 我先上班 把婚里来说 别生气啊爸 我昨天那个 昨晚给你三千块钱 剩的还给我 快点 三千块钱一晚上花完了 就三千块钱吗 我就三千块钱 妈的家在这儿 天哪儿的流测 都剩三千块钱呢 挣的钱就是要用来花的吗 他不是这么花呀儿子 你行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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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总是我不惯你了 真是 年轻 行了 快点了赶紧吃饭 一会儿十分钟 还在动手打病人家属的 这事儿没完 明明是那女的先动的手 你还敢咬一口是吧 主任 我这儿有证人 老胡说 你给我做证 你让他做什么证啊 他什么都没看到 小朱 别说了 吴先生 要不您讲讲 是这样的 我和老王呢 去打饭回来 正好看到 这位金娜大夫 推了老王太太一把 老王太太没站稳 就摔过来了 至于怎么起的争执 我确实没看到全过程 我只能说我看到的 可是我金娜 什么都别说了 嗯 二位 我现在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经过了 这件事情让我来处理 请你们相信我们院方 你们要不然 先回去照顾两个孩子 好不好 必须啊 要严肃处理 好 您放 好 方主任 真的是他们的错 你看金娜姐的胳膊都烫红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没事没事 你不是不让我说吗 行了没事了 主任 我想事情的经过 室内的监控都已经录下来了 没错 是我们医术不尽在先 可是我们已经做了极力的补救 病人家属出手打人 我只是自卫挡了一笑 并没有推他 反正您看监控 就都明白了 行了 我知道怎么处的 主任 这次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不说这个了 赶快治疗去吧 快去 那天走吧 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过来 那个 注意了啊 大伙放在手里活 我这宣布个事 行政部门 传达咱们领导的指示 这不快过节了吗 公司决定 给咱们每个人都发放点福利 一个人 两箱牛奶 五罐奶粉 那个 下班以后 都让他回去领学 咱今天俩吃火锅是吧 行行啊 好 咱一起去啊 我 我就不去了 什么叫你不去了 哎呦 不让你出钱 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我都回去吃饭 还那么回来 你不天天回家吃饭吗 真是 真的 秦大姐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看你平时老板的脸不太理人 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没想到今天 你对别人还这么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朱莉亚的好朋友了 我怎么就跟你这样了一下啊 不过你的技术也太差了 是该好好练练了 秦大哥 你的手 我手没事 谢谢关心 什么事 爸 哎 哎 你怎么来了 真不回去了 不要回去 回去也就听我妈唠叨 我自己的生活 都不当着我自己的意思不过 咱们今天也回去 听爸的 好不好 您要我回去也行 您能保证我妈 不让我跟别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相亲吗 这个我保证不了 那不还是吗 这两码事 你看 我跟你妈 过了这么一辈子 老听她的话 这不也过来了吗 我可不想像您那样 在我妈面前窝囊一辈子 爸来了 您是爱她 我也不是不爱她 我就是烦她这样 闺女 这样 今天晚上呢 先回去 住不住 咱再单说 好不好 你妈可说了 叫不回来你 我也别回去了 她就知道欺负您 那 那行吧 晚上我回去 不过今晚我有手术 手术完了晚点 行行 晚点没事 说好了回去啊 等你啊 好 您慢点啊 啊 小张 您把 你的穴位按摩 今天再练习一下 把所有穴位的名称和作用机理 全部都背下来 行了去吧 我来了 我来了 来了 几天不来啊 还真想您 还真想 你们这腰不能呢 这腰痛啊 再几针就好了 不就这儿吗 对对对 就这儿吧 准吧 准太准了 就是 就是这儿 您先上楼等 快 站在楼上很停啊 干嘛这脸子 我刚送你闺女这儿回来嘛 你会把这儿的情况 赶紧呢 快点快点快点 快跟我说 这个 肯定是想通了 想承认错误是吧 不是 你没发现上你这儿来的都是 男性中老年顾客 怎么了 他们都想方设法 找借口接近你呢 现在小区的人 关键叫什么 你知道吗 咱们暖呢 你还觉得这是好花呢 怎么了 咱们暖怎么了 说明我这个人人好啊 我说金志阳 别人胡说八道 你还不了解我呀 我跟你说 我花枝翘行的正 做的端 我开到按摩馆 我用手一赚钱 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 你不心疼我 你还来这一套 你还在那儿吃醋 是不是啊 也不说这才好 一说我又来气 我当年为什么 从那个医院里 那个主任的位置上下来呀 那不都是因为你呀 你不是让我超生 我能让人给我开除了吗 弄到现在累死累活的 我也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提醒你注意点 影响不好 我怎么我就影响不好了 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今天是怎么着啊 你是不想过了是不是 以后你别动不动 就把那个不过了 挂在嘴边吓唬人 挂在嘴边又怎么了 我吓唬你一辈子 你要怎么着脚翻身呢 行了我跟你说在这儿 咱咱别吵 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你赶紧给我汇报 就是金娜到底是什么想法 一二 金娜说 金娜说做完手术我就回家 哎呀 我就猜着了 必须得跟我低头服软 那你赶紧呢 去买点黄辣丁 她最爱吃了 晚上回去我给她们做吃 咱呢 走吧 钱呢 你别扫啊 还想买什么呀 你别偷偷买烟去啊 你不要偷偷买烟去啊 你们这都拿着些铃子 再看着再买点别的 回家好好准备 晚上回来我给她坐这儿吃 我赶紧呢 孩子等我了 拜拜 特意给你姐买的鱼 结果还怎么着 手术了是吧 手术完了都会了 你看你多吃点啊 结果 嗯 别在家优手和弦的 明天跟我上班去 去哪儿上班呀 别在找着工作了 跟我们那儿销售部的 出去跑步业务 跑业务我不去 我一个名牌大学 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去跑业务 这个跑业务的 都比较辛苦 比较累 那个有没有清闲点的事 你看他能干什么 学学稿子当编辑也挺好的 推 干嘛呢 你还当编辑 那编辑都是名牌大学 硕士以上学历的 就你 你还给人生稿子 你别把人做着鼻子气歪了 你怎么说儿子呢 就哪有这样说儿子的真是 我跟你说 金波就是没有选准人生目标呢 知道吗 他一旦选准了 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向前冲 我还不了解我儿子嘛 这人爸永远把他儿子想得特别特别低 没错真是可笑 我吃饱了 妈给我点钱 怎么又要钱呢 我爸已经容不下我了这家里 我只能出去了 出去就得花钱 不许给他 妈 门口包里拿五百块钱 最多了啊 谢谢妈 走了 你对你儿子倒是挺大的 你什么时候给我兜里边 不明白了吧 他就不能给你钱 所以这些年 这点我掌握得非常好 我坚决不让你兜里有钱 所以你看你上去 总是有那么大事 今天有伦敦行动 我们就忙得去 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 吃饭吃饭 哎呀 这吃到你饿了 给你留着呢 来 忙一天了啊 没事妈 我不饿 你怎么不饿呢 谢谢爸 你怎么又来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你什么时候答应相亲了 结婚了 我的义务和责任 才算尽到啊 孩子现在不愿意想这个事 你就让他缓缓 你怎么老喜欢强货人呢 你给我占一个战线能死啊 我不是不跟你占一条战线 这刚回来还没吃饭呢 先吃 先吃 刚回来也已经三十多了 也不是二十岁小姑娘了 这要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现在不找什么时候找啊 七老八十啊 就不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呢 不知道我这是为了谁好吗 行了妈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这样吧 为了您好 我回医院出去 我 你给我站住 回什么医院呢 你干嘛呀妈 我跟谁结婚呀 我这刚离婚 我嫁给谁呀 这不 真是 这谁呀 当初晚上挺好的 那婚姻就给绞没了 还介绍呢 你能闭嘴吗 不就是因为刚离婚 才更得找呢 你什么时候 你答应相亲结婚了 这个话题我就把它打住 你跟我对着干是不是啊 你说我求爷爷告奶呢 我整这个 我容易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呀 别来这话吓我人啊 不想过了 这话你跟我说三十年了 这话他爷有不灵的时候 哪天我坚持不 刘盛容把你割半道上 你还来劲了是吧 还敢顶嘴了是吧 还给我割半道上 那我就暴脾气 走 干什么你 不是 你干嘛你 你又要家暴啊 走哪儿了 别老扎一个手换一个 还把我甩半道上 还长本事了你还 妈 你怎么每次跟我爸吵架都拿针扎着呀 三十年了 我天天过的都是头悬梁追刺骨的日子呀 你妈就是一个女魔头 灭绝师太 你再盯个嘴 你干嘛 爸爸 你快拔了 拔 我给你拔一拔我看看 小样 我 我 我救妈了 我经历就摸你这个老虎屁股了 怎么着吧 好 靳俊阳 明天 咱就去民生局 谁不去 谁软弹 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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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哎呀 没事没事 爸 我长这么大 可头一回看您敢这么跟我妈 妈 赶紧扶起来 跟他赔个礼吧 要不然谁知道一会儿还会出什么事 哎呀 爸 您就别这样了 您什么时候跟我妈吵架 您赢过呀 去 去看我的美丽道歉去 你快去呀 妈 行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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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派我来 敢跟您认个错 抱歉 现在想讨好我了 晚了 谁想讨好你了 真要立了婚女试试 我还是一朵花 有人就成豆腐炸了 行呀爸 我这紧着劝 你还没管我 你以为我跟你说离婚是闹着玩的是吧 我今天就要让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看看 你离了之后你还是不是一朵花 而且我还告诉你 离婚之后你净身之后一个子都别想得着 真要立了婚我一个不丝都不拿 你们这干嘛呢 天天吵天天吵 你们吵个够吧我回医院了 别 真要立了婚 我就解放了 我就脱离苦海了 彻底解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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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小小姐 喝杯深茶 不喝 明天咱就去民政局 打也打够了 你看 气也撒够了 我给你赔个不是 是我的错 咱要是真离了 得让街坊邻居笑掉打牙 行了 来来来来 喝了 你不喝 那我自罚一杯了啊 哈哈 你这样喝 就不能给你一点好脸 打算给你好脸 你就蹬鼻子上脸 我告诉你啊 谁离婚你连资格都没有 要提的是我提 二师兄 好说再说都不行了是吗 怎么着 不就离婚了 离 不离你是不差事 谁不离谁孙子 谁怕谁呀我 对谁怕谁呀离 谁不离谁孙子 爸 你带雨不错呀 这么大一个挺群啊你的 你怎么惹着花姐了啊 问你妈去 我带点事呀 爸姐 滚出去 等会儿等会儿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后悔了是吧 害怕了是吧 晚了 不是等会儿 这么大的事儿 咱俩跟孩子们商量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 走 我可告诉你 进了这个大门 那性质可就变了 变就变吧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哼吗 你不顶嘴吗 你不是牛吗 哎呦 别会儿 看两位都这么大岁数了 孩子应该都成家立业了吧 这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再考虑一下 没什么考虑的 赶紧办了 我还有事儿呢 阿姨 这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 经常会有离婚的想法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很多人离了婚以后 这百分之八十的都后悔 我我这人做事儿 从来没后悔过 赶紧办 华志娇 别逞能好不好 听人劝吃饱饭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这刚硬一盖 那可真理了 总了是吧 乱蛋 找干嘛来着 你不是一朵花吗 你不是牛吗 我跟你讲 就这样 你这一辈子 你都没干过一件 让我瞧不起你的事儿 今天你就干一回 你就男人一回 你让我看看 你就一起一回 瞧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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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回家吧 那个 你车往哪儿了 我问你车停哪儿了 咱俩不是一家人了 这不都离婚了吗 妈呀 真理了 可不吗 真离婚了咱俩 我刚才要劝你说 你再考虑考虑 你说不用啊 你什么时候劝我了 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我怎么没听见呢 你说了就不承认 我接下来问你说 是不是跟孩子们商量商量了 你说也不用 咱俩 也没事 没事咱俩没离开呢 跟他说一声 就说咱俩没想好的 赶紧换了 换我这 换什么换呀 这什么地方啊 刚硬都盖上了 这是有法律效力的 这是 你怎么拦着我呀 你啊 你知道我这人性格 特别冲动 我一线冲动上来 我就拱着不住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说呀 你 你嘛 我是软蛋的 说我不硬气啊 不是男人呢 那 我最后我硬气一回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真是真理了 你看看你多不小心啊 腰现在好没好 好点了 以后可不能跟人家这样 听见没有 我不是气的吗 那护士把孩子扎出血了 那你也不能拿开水坡 人家身上泼呀 这要是万一有点事怎么办呀以后 你们说什么呢 没 没过什么呀 所以说 是你太太先用开水坡的金医生 然后金医生推了你太太 老公 咱们可都是病人家属是吧 咱们得自己人像了自己人是不是 对对对 要是你的孩子 在这医院里被人欺负了 我肯定 第一个后面等你 不用 我会跟方主任解释的 来 来 来 龙龙 龙龙 金大夫 进来 童童最近状态不错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问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尽快抽钱 给孩子做手术 因为拖一天有一天的风险 我来 不是为了儿子 我跟老王 了解过事情发生了经过 我刚刚也跟方主任解释过 对不起 没弄清楚就乱说话 这个效果挺好的 就当我说给你赔罪 就这样 就这样 我看看 对不起 那个 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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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不错到 怎么了 没什么 是吗 又跟嫂子吵架了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天晚上不是聚会吗 咱一块热闹热闹去吧 不去不去 老回那家有什么意思呀 成天就看着一张黄脸婆 老打架 走吧 热闹热闹唱唱歌 我这嫂子你也知道好听 行 这就对 走 走 等等啊 收拾收拾 妈做饭呢 怎么了 开热闹呢 想什么呢 小心牵着手吧 赶紧做饭吧 饿死我了 还在跟我把神机呢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正在网上写东西 网上有一波的资料显示啊 现在中老年的离婚率特别高 属于什么呢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 就属于秋后的马上 怎么着就想蹦在底下 然后找个年轻的把盐皮给甩了 看看他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 我爸还不回来 他就是想造反 这回啊 这回啊 您一定得好好治治他 我得出去一趟 我忘了通知一件事儿了 自己弄点吃的啊 小心点啊 金智阳啊 知道你不借我钱 让我帮我好好治治你 有你好说 哎呀 哎呀 你瞅瞅你瞅不出来 又都不是外人 你瞅瞅你瞅瞅你 没来过这地方 唱歌之前呢 我想问你两句话 以前呢 让你参加我那圈 跟我们一起混 你不来 天天都要回家 今天终于跟我们大家伙一块混了 您老人家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 好 给大家说说 鼓掌 好 这个 跟同志们共事这么多年 还真被一块出来过 今天同意的出来 感觉是 很爽 还以后有没有活动 能告诉我啊 那嫂子呢 嫂子怎么了 我来得把这儿吗 嫂子不管 嫂子不管 你别怕 我怕她 别再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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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车子呀 我一朵 我一两个茶吧店 我一一二二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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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有点事 接着喝 接着上 我一会儿回来了 你当着那么多人 干嘛又找我呀 我不跟你计较了 走 跟我回家 我干嘛跟你回家 在现在不是一家的 我怎么跟孩子说呀 你就不问你去哪儿了 我说什么呀 你就跟他们实话实说 你别来劲啊 我承认 逼你离婚我是一时冲动 但你是不是也有错啊 你逼着我就犯 这还是我的错 你还讲理不讲理啊 反正这离婚不算真的离 明天咱俩就悄悄声的 把他扶了 肯定不能让孩子知道 你说孩子知道 就吓死了呀 你放心 你就实话跟孩子们说 孩子们的承受力 你没理想的这么差 知道吗 你还拿起来了是吧 怎么着 我跟你好严肯也不行是吧 你可别忘了啊 你什么都在我这儿呢 什么房产存折 公司卡 你都不想要了是不是 别吓唬 你还别吓唬我 现在不是流行那么句话吗 世界那么尴尬 我想去看看 我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 我能为了 那点区区的什么财产 就放弃吗 开玩笑 你吃饺 别当眼 别当眼啊 现在咱不是两口子了 咱俩现在最多就是一熟人 连朋友都不是 就算是朋友 你也不能大哭小叫的 知道吗 那你是真不打算跟我回家呀 不走 走 走 回家 回家 别唠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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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唠 你话说完了没有 你要是说完了 我就回去上班点 你等会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外面有人了 有小三啦 你可真会想你 我告诉你 咱俩问题 就是咱俩的问题 你别瞎扯别人 我都等 那你为什么不怕我了 原来我一句话你就哆嗦 你就 你现在为什么不怕我 你为什么不怕我了呢 你以为我平时怕你 是真怕你了 花枝桥 我 我那是 我包容你 我大男人我 你知道吗 你还来劲了 蹬鼻子上脸 你以为你永远都 骑在别人头上 是吗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陪你了 我还没这义务了 拜拜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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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